老公 給我閉嘴電話 現在看到他的支持者已經不是把他看待成是一個總統候選人 根本就把他當成一個神帶來的人 他是來拯救美國 他是來拯救這個世界 你看到整個全場情緒非常非常的高昂 不斷地高喊USA USA USA 而且高喊我們要贏 我們要贏 我們要贏 而且他們講這是上帝的一個使用 為什麼現在整個美國共和黨會這麼樣的瘋狂 我們來看下面這個影片 這個真的是太神奇了 而且川普也不斷引用這一段 來強調他這個天選之子的正當性 你看沒有 現在這個動畫更清楚了 本來如果他的頭是這樣的一個取勢的話 他的腦袋就會打穿 可是剛好他就看了一份簡報 看了一個邊境防衛隊的簡報 他才從頭偏了這麼一點點 在千分之一秒的時間 他竟然躲過那個子彈 如果他沒有躲過那個子彈 今天的狀況會截然不同 所以這樣的一個神機一般的狀況 真的是讓整個共和黨為之瘋狂 如果你現在覺得川普是火的話 那另外他的對手拜登根本就像一塊冰 冷到像冰庫一樣 現在民主黨非常的焦慮 現在民主黨討論的只有一件事情 拜登什麼時候退選 但拜登如果真的退選 能夠挽回民主黨的頹勢嗎 好 我們今天請到旅遊 大方首一單 財經專家 黃瀆頌 送你好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自身媒體的趙宇軒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自身媒體的黃偉瀚 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自身媒體的呂一峯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自身媒體的王立德 大家好 走 我们现在看到 今天川普在共和党 全国党代表大会进场 那个机制 怕死人 全场不断的欢呼 不断的高喊 不断的欢呼 根本就讲 他已经不是总统候选了 他根本是神一般的这个人物 而且这个神一般的人物 他们真的相信 他们会赢了 抱歉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是川普走进了 共和党的全代会的这个画面 抱歉 全代会所有人 在看着川普的时候 他不是总统候选人 他也 你知道他妈妈登的是谁吗 他是未来的弥赛亚 弥赛亚救世主 他们是用这样去看他 所以他整个你看 整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把这个场合 看成是火的话 另外一边就是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冰与火的 没错 你看 大家在这个会场上面来说 把这个川普视为弥赛亚救世主 但是反过来的时候 整个民主党 现在把拜登视为是脱油瓶 你到底要把我们民主党 拖到什么时候 到底什么时候退却 你看他是孤单的自己走上空军一号 孤单的自己回到德拉瓦州 没有人在他的身边 现在周边里面来讲话 有两个大佬准备对他开枪 一个是裴洛西 另外是欧巴马 他们两个都已经出来说了 拜登会输 而且会输 会拖垮整个民主党的重院的选情 虽然现在 所以民主党 真的把拜登视为是脱油瓶 这不是我讲的 大家都是已经这样认为的一个状态 而且那个糟糕的辩论会之后 第一个挑出来去支持拜登的 其实是欧巴马 可是现在欧巴马都讲说 拜登现在选选的几率 已经越来越少了 对 没错 好 因为这个川普的关系 我把这个全代会看了一遍 抱歉 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说 你也深受感动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见证非常多的神机在那个地方 神机 你知道在这个整个会场当面来说话 我觉得拜登也 川普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他用这个很感性 那他这是讲到什么 他原本以前 他说很活力实色 对 然后骂人骂人骂人 可是他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 他是特别放了比较柔和的声音 他说什么 因为他讲了那个枪击案 他说我再也不会讲第二次 因为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然后他又说 他中弹的那个撒纳 他说好像是一个这个子弹 然后铺到这个特型铺到我身边的时候 让我获得保护 但是我感到很安全 为什么 因为上帝站在我这边 他居然讲上帝站在我这边 对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 你现在美国做出了很多的一个动画 去模拟当成那个状况 你那个时候真的 现在回头看 那真的是生死一瞬间 对 那个时候 如果川普的头摆动的 慢千分之一秒 他摆动的幅度 如果不大的话 现在川普真的是命上皇权 也就是这样的影片 不断的在美国播放 现在美国共和党的支持者 特别是川普的支持者 真的相信 他是天选之子了 保洁你看那个动画的时候 你也不得不相信 这真的冥冥之中 有什么神力在帮助的这个川普啊 就在那一刹那之间 保洁你看 他千分之一秒 他就因为他去看了 所以你看 现在很多画面出来 你看 一个上帝的手在后面 把他挡住这个子弹 真的让他转弯的这个状况 很多画面 你看 真的就差那千分之一秒 那甚至你看 他也知道说 这个会让大家很嗨 所以他又说 他为什么要举起手 因为他要让大家知道 我没有事 所以我就举起右手来 然后举着说 而且你就看到了 共和党当然 他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你先跟他知道 川普这个演说的时候 他那个高举右手 喊着Find的画面 完全把他后面的 全部屏幕掉 所有的影片 所有的照片 全部都是那一招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他在讲Find的之后 保洁 下面的人也跟他讲 Find的之后 所以他整个 整个热情的程度 无法想象 这个就是一个 如果你真的很认真来看的话 他就是 如果我不客气啊 有点像那种布道大会的感觉 那种神机剑降临 已经不是共和党 全国党代表大会 对 他根本不是一个 总统的提名大会 对 他根本已经变成一个 布道大会了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 目前为止来说 川普他在 这个美国的地位里面来说 他就是救世主 就是弥赛亚 而且不是只有 美国的救世主 就是弥赛亚 是上帝降临来 救人类的弥赛亚 好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人 也特别是美国共和党的支持者 现在对川普有什么样的疯狂 川普不是 耳朵重担 耳朵重担了以后 他就弄了一个纱布 结果 现在这个已经变成流行了 你去参加大会 每个人 右耳都贴纱布了 对 没错 你看一个蜂巢 就是这样 你看现在全代会里面 你看下面所有人 你看 要么就是只有做这样子 学川普把这个所谓 绷带弄在这个地方 那甚至里面 还要写一些字之外 甚至还有人 把美国国企都弄散 反正我只要把我的右眼遮住 就对了 所以你看右耳遮住 你知道这个已经形成 一个疯狂的这个局势 而且那 真的在那个地方 如果你去记者实地去访问 还有这个 这个经济学员 都去访问 他们那些人 真的都是把川普当成是神机啊 而且你刚才讲的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 清教徒的国家 如果你去我研究 美国总统旧职演说里面 他其实喊到最多的 就是上帝的 上帝的垂帘 上帝的宝愿 他们提到上帝的次数 是非常多的 而且今天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连英国经济学员 去现场采访的时候 他都说 现在川普已经变成 上帝的剑与盾了 对 没错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看 他们到这个 经济学员到 共和党大会代表 说什么 他说见证一颗子弹 如何进化神话这个川普 他说全场就是恩典满艺人 恩典满艺人 然后他就说川普 他说很多人形容 川普是被民主党人 然后地区检察官 还有特别检察官 钉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他的副册 是在这个所谓 兵州舞台上面被刺 如今唯一未完成的 就是他的复活 他现在复活了 复活变成什么 就是回来当总统 所以他这整个 你看整个这个画面来说 我就觉得 事实上这一次的 这个代表大会 我相信 可能这个感染力道 会让美国的很多人 都感染到这个气息 而且刚刚讲到的 现在 在经济学人体报道里面 就提到说 他们现在都相信 这个川普是上帝 找来要拯救美国的 不然是要拯救美国 他也要拯救世界 为什么要拯救美国 他们就讲了 他们这一次 其实没有大幅地骂拜登 可是他们讲过去的四年 四年让美国变成了一个悲惨世界 对 没错 像这一次的这个大会之前 还有一个影片 这影片来说的话 就是开始在播放 说什么 这个所谓前政府 或是拜登 怎么去摧毁美国的这个状况 他就说 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说美国 然后紧接下来的话 川普就说 美国不会变成 其他犯罪的这个垃圾厂 然后另外一个 我为美国整个总统选举 我不是为了办个美国 而是为了赢得 这个胜利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说四个月后 我们会取得难以置信的这个胜利 所以他已经讲了嘛 他讲了非常多的这个话 他从画面 而且保险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 他说他不要骂拜登 他这一次呢 讲拜登讲两次而已 只讲两次 对 只讲两次而已 所以你知道他事上 他真的是有克制 不要骂拜登的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他已经非常清楚的 说出他的一个政策了 这个政策刚刚讲 我的边境防御 一定要非常严格 现在刚刚讲的 之前中国人 这个所谓的走私偷渡路线 他要给他全面的防堵 他不但全面的防堵 他也去警告这个所谓的 这个巴勒斯坦 你要给我节制 甚至他也讲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解决恶物的问题 对 为什么他要当这个世界的主 不是只有美国的救世主 保险一太 他在这次演讲里面 讲到非常多 他说现在全世界 有类似这样的国际危机来说话 战争肆虐的欧洲 还有中东 还有台湾 朝鲜半岛 菲律宾 还有整个亚洲 笼罩在越来越深的冲突 他讲了一个地球 濒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而且这次将是一场 史无前例的大战 但是他上台之后 他说这些都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 为什么 他说他现在要快速的解决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争 同时他还说 尾巴战争也要快速给我解决 他说我希望人只回来 他们最好在我上任之前回来 否则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他就威胁巴勒斯坦了 所以已经开始在这样讲 那同时还讲到北韩 他说我和金正恩相处融洽 他也想看到我回来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认为他很想念我 所以他已经开始在播化 他整个未来胜选的 这个人的可能性 好那你因为 川普即将要回来了嘛 所以现在已经 这个他又搅乱了 这个国际的这个局势 保险我们看到 很多人就开始 有不一样的想法 跟不一样的作为了 你看昨天 我们不知道 三中全会的这个闭幕的时候 中国终于释出了影片 齐建平出来了 可是现在你出来的时候 保险如果你仔细看 这次习近平在三中全会里面 他已经扫掉了 过去那种所谓光芒 然后所谓 完全没有笑容 对 没有笑容 然后压力很大的这个状况 然后脸色 也不是太好的一个状况 全程脸色 都是一个铁青的这个局势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川普回来了 中国可能要倒大煤了 今天我们看到了 川普也以世界维护者来自居 他说在小布希时代里面 乔治亚共和国被入侵了 在欧巴马时代里面 克里米亚被入侵了 而现在刚刚讲的 在拜登的实战里面 恶物战争打开 打起来了 我任内没有任何的战争 那你凭什么有这个底气 说我在任内没人敢打仗 有一个关键 我在任内 我要把美国的武器 发展到一个极致 而且这个发展到极致 它已经有破坏了 保险那不止 我们讲 川普虽然说 要把所有的经济 都回归到美国奔土 但是涉及到一个大问题 他说不只是要回来 我们还要打造 我们的铜墙铁壁 来保卫我们省个美国本土 铜墙铁壁 对 所以他就想说 像以色列过去最有名叫什么 叫铁熊系统 他说铁熊什么了不起 我们美国人 自己也做得出铁熊系统 而且他说什么 我们就要在美国当地 美国本土制造 所以这个制造会带来什么 第一个大量的工作机 再第二个 会不会刚好汇集到 也就是他大量支持者 这种我们讲的中西代的 这种铁锈区 把铁锈区插亮 变成不锈钢区 所以以前你是做汽车的 现在可以做军火了 对 而且不只是这样 他的计划是有延伸性的 他说除了我们这个美国之二帅 他的副手VANS甚至更进一步 他说我们美国最引以为好的 这种防空飞弹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的爱国者三型 而未来他说爱国者三型 不应该放在乌克兰 不然呢 因为乌克兰他说需要了 这个我们讲的 整个战争的量大要多少 可能到上万美 那美国一年才665美而已啊 那我怎么可能全部给乌克兰 与其这样 我们不如用在更该用的地方 叫做台湾 我们用来保卫台湾 所以这个防御系统 是跟台湾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要保卫台湾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他说台湾是资予美国 整个所有晶片的一个核心 命脉跟重症 所以我们当然要保卫好他嘛 但是呢也不是无常保卫他 我们甚至可以干嘛 与其给他 与时不如叫他钓鱼 所以台湾有这么多好的 优质工业或产业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把 美国未来军股 直接在台湾当地 自己生产 自己制造 自己使用 在台湾生产制造 对嘛 也讲了同样的想法 而现在呢 甚至是美国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影片 你知道这个影片是什么吗 也通通全部都是北部组制造 也是他们洛克希克的马丁 讲了说 我们未来要怎么样 把这个战术直接串联起来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F35 各位现在看画面 他什么 他是踹门者 他能说因为我们F35 现在有非常多的衍生型 不过我们的电站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种B型啊 直接在航空母舰上起降啊 透过这些零零钟钟 他可以达成所谓的 全班位的战备跟全班位的军备 而另外第二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爱国者飞弹三型 他说爱国者飞弹三型 我们也有调整过 因为以前一枚爱国者呢 大概是900公斤 那现在我们把它降小 降小变成300公斤之后 三分之一 对三分之一之后 各位你知道可以发生什么事情吗 一台飞弹车 本来只能装4枚 现在可以装16枚 而且还变成什么 主动的这种雷达引导 换言之 自己会找方向 自己会找目标 自己会去打 而且再来更进一步是什么 Intel 最近我们讲一直大涨股票 跟微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把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各位我们是不是介绍过 Link 16 Link 22 等于是未来美国 不管你看到的是爱国者飞弹 或者是F35 甚至是地面上的部队 甚至是舰体 就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模拟画面 通通大家全部连贯在一起 而且共享同样的云端 共享同样的战略资讯 而且甚至只要透过5G 就可以把所有人串联起来 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宣示说美国制造决心 而现在在乌尔上面 美国现在这个 所谓的战场实力 跟战场管理已经得到验证了 对 最后我们讲 美国后果把军火 送到乌尔之后 你发现一件事情 整个完全跟以前的战况 截然不同 特别是有一个单位 叫做亚述资议 事实上亚述资议 美国是到最后才开绿灯 他是到6月11号的时候 结果就说好吧 给你们这个亚述资议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亚述资议 实在太骁勇散战太凶狠 所以给他们每支武器之后 保留给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吗 势如破竹 他们现在已经打到哪里 你知道吗 打到哪里 打到俄罗斯的边境了 所以换言之 所以亚述资议现在是如虎添翼 你有没有算过这时间 才给他们一个月 就已经从原本的焦灼带 一路我们讲四路破竹 打到边境了 打到边境了 所以你知道 我们看到那画面多可怕 包括你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 是他们通过所谓的坦克 来对于整个俄军的阵地 进行大规模的压阵轰炸 甚至是俄军的战车 直接被他们的无人机 那个像放烟火一样 你知道吗 无人机飞过来 然后整个烟火四射 甚至是因为现在天气很热 整个乌尔战争的战况 有时候比较低纬度的地方 刀打到发生49度50度 所以他们说打到之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惨况吗 被轰炸就算了 结果轰炸完之后 旁边都是野火遍布 而且你知道高科技到什么程度吗 他们有这种无人机 有这种GoPro 所以他们就讲 我们可以串联整个战场 比如说他有一个阵地 这个阵地里面 他是位在阿夫迪夫卡的森林里面 结果没想到一边炮击 一边破击炮 然后另外一边在干嘛 战伤救援 直接在现场就开始替他们包扎 然后做进行分类 而且各位你想不想看 未来还有什么 F16嘛 F16是不是也会进入到 这个我们讲乌尔战场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五角大发言人吓坏了说 这个亚述太可怕了 他说我们 慢一点 慢一点 他说我们F16会派 但是绝对不会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代表说现在整个乌尔战争的前线 都已经推进到 俄罗斯已经退屋可退 而且再靠近本土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是什么 代表俄罗斯的后勤补给 以及他的战争的援助 会全面被撤离的阶段 所以他如果压到他的边界了 代表前方的俄罗斯军队 前没了 孤立无援 后方呢 没有人能够来帮忙 所以他们说 这个恐怕会造成 整个乌尔战争的一个game changer 好 瑞德 我们刚刚讲讲 在过去八年里面 蔡英文总统总共跟美国 买了5400亿的这个武器 而中间刚刚讲 最关键的武器 其实都是在川普时代 我刚刚讲到 我们的MRI-A2 我们的爱国者飞弹 包括我们的鱼砂飞弹 这些非常重要的 全部都是 现在未来的四年 大家就非常注意到说 难道真的川普会开绿灯吗 开绿灯 台湾就很多 本来想要买的 我们真的可以买得到吗 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台湾嘛 我不是以美论 有人说我是以美论 你错了 我不是以美论 我从头到尾 都不相信美国人 为什么 美国只是把台湾中华民国 当作他的棋子 但是你要告诉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我们要当有用的棋子 我不是随便你要下就下 然后随便你要对我好就好 随便把我弃之如臂喜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 看看拜登是怎么对待阿富汗人的 阿富汗不要 不要阿富汗丢了跑了 你知道吗 整个阿富汗落在神学士的手上 所有的老百姓跟妇女孩子 全部有招人荼毒 美国人是这样对待阿富汗的 所以我们台湾一定要自力自强 为什么呢 你是个棋子 但是你要有用 在拜登的时候 那么拜登三年半以来 跟台湾卖了16次的军供 然后川普卖了11次 但你知道吗 宝洁 拜登百分之上 是不是16次的军售 对啊 他没有卖台湾一个高科技的武器 都没有 我必须很公平地讲 拜登没有 他有送什么刺针飞弹来 标枪飞弹来 我们买的1780枚的措式飞弹 送了不少来 但问题是送来的这些飞弹 包括送的 还有包括我们买的 这些武器都是老共 一旦要登陆台湾的时候 才用得着的 在他还没有登陆来之前 请问一下 他卖我们什么高科技武器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可以告诉你 但川普当年卖我们什么东西 卖我们包括这个 海马斯火箭弹 M1A2T的布莱德坎克 然后还有包括 这个AGM-154的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那么这个空对地的飞弹 等等 他们卖还有MQ MK-48 那个四艘的这个死神无人机 对不对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那为什么这个川普 川普为什么卖我们这些东西 对不对 可是川普当时为什么对台湾那么好 你不要忘记他的国务卿是蓬佩奥 对 你不要忘记他的这个 包括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这些都是资台派 亲台派跟反中派 这些人现在不在他的身边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对台湾比较友善 比较友好这些人没有在他旁边 所以我们现在跟四年前的态势不太一样 那还有请问他卖给我们的东西 已经进到台湾了吗 有些还没有 我们已经拿到我们买29套 那时候所谓的拜登本来卖我们的 帕拉丁的自走炮 后来说因为产线已经停止了 所以要改卖我们增加11套的 这个海马斯火箭弹 对 台湾到现在29套的海马斯火箭弹 一套都没拿到 还没拿到 今年年底才可能先拿到十几套 问题就在今年年底 他的理由是先把它挪去给 这个所谓的乌克兰使用嘛 所以我们台湾 我们不是不买 我到现在既然川普这样讲 对不对 说台湾要多付这个 不管你是说保护费还是皇位费用 我告诉你很简单 赖清德政府现在就直接跟你讲 到时候川普11月当选 1月间是就任台湾立刻给他送清单 送什么清单 你不是要我增加我的均数费用吗 要我保护费 送保护费 我就开出我的保护费清单 你要我缴保护费 你也要保护我 为什么呢 日本三口主 如果你缴保护费 每个月缴保护费 就送你一个三口主标准的花 放在店的门口 其他人就不敢来啊 你住集会到川会敢来 我三口主就跟你火拼啊 不是这样吗 好 你要说我保护费是吧 好 直接开清单 我要求 如果川普要求我们开保护费 我们F35ABC随便哪个系列 30架到50架 我们的神盾舰3到5艘 然后呢 AGM-158逆中长距离射程超过370公里的空队低飞弹 卖我30枚50枚 然后呢 智慧型水雷跟我们现在用的那个 众科院的万象型水雷不一样 可以直接由C13-12F16发射到海峡中线 直接放下去炸掉它的冻拐5 它的什么冻55的这些智慧型水雷 还有 刚刚不是讲说之前卖我们的4架死神无人机吗 对 贵得要死啊 非常贵啊 MQ9B 问题是不给我们挂架 不给我们飞弹挂架只必能监控用 要求川普政府 如果你当选了 全部都4架都给我冻上它的飞弹的挂架 为什么 因为可以发射地狱火飞弹 我们地狱火飞弹台湾已经买了3000枚了 再给你买2000枚啦 我跟你讲坦白 单单我讲的这些已经超过几千亿了 保护会够了没有 有人说到时候如果国民党啊 还是民众党 党怎么样 我告诉你 他赶你党大家走着瞧 好 有人说 那川普美国政府不会卖你这些高科技的 那你又要跟我要保护会 我直接给你开清单 那我要买 不卖是你不要卖给我 你知道吗 我就直接跟你耍了 很简单嘛 美国一开始台湾撤退 然后到台湾 那么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来的时候 美元是 哎 拜托欸 那时候蒋介石政权去得罪了这个 等下杜鲁门欸 可是杜鲁门到后来拼啊拨呢 还是给你美元嘛 给你钱 给你武器嘛 我们的胜利女神飞弹就这样来的嘛 那你以为美国是为了台湾啊 你少来 我不是移民美论 我从头到尾不相信美国人 美国人是把他们自己的利益 置于最高的境地 因为台湾没有 台湾没有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 跟第一岛链 我跟你说 如果台湾真的被老共拿走 不要说台积电那些世界晶片 不要讲那些啦 台湾真的拿走了以后 中共所有的飞弹 相关的这个核潜舰 这些核子系潜水艇 就永远不用 不用再以海南岛为中心 它的基地就在我们的花莲跟台东 一下去就是深水的太平洋 关岛夏威夷珍珠港跟美国 成为他们的活动剑靶 我讲坦白就是这样啦 台湾的价值就在帮你美国守住太平洋 所以到底是谁保护谁啊 好 了解 现在的川普是温了你 川普现在是千天两岁掉了你 现在就温了 温了以后台湾是要怎样 川普温了 你都不知道 六月火热煲 这个天这么凌热 川普干一堆冰你知道吗 干一堆冰 有够凉的啦 当然很多民调说好像没有赢很多 其实不是这样啦 那整个气息 我跟你说 你要看他现在开始 土内就一直进来 钱开不了了 就是钱开不了了 土内一直进来 拜登才会说 没有啦 我又跪下跪了 拜登说 我又有钱了 他又像跪下跪了 美金还不开 意思是说不用怕 我又有很多牛丑 所以川普现在的总控 刚才瑞德胸在说的 他说到一遍就说 他之前跟我们说 要够保护肥 其实我是赞成啦 对 我也赞成 你要保护肥较适 大家说清楚 六百岁八百岁一千元 我们都总打 但是母亲大家正常买买 他也知道 大陆现在的火箭団 跟他的大堂 定位的系统都有 全当人在德国 我们这里所有的剪刀机的抛桌 第一时间 他要帮你玩家 一定先跟你拨 你就F16AB 现在该CD 让你FG都没得到背了 你来买完 买完什么 F35米 你现在放在保留 F35米 对 垂直起来 可以直接起降 那准备 第一时间下去 我们空腰都没得到 F35米还可以背 你要买完没了 你要开始把这些情维 有流度的 赞的武器 买一些过来 你像出一只嘴 要把我们收保护 好了 现在 不要说 抱着 六百八百岁一千元 我们落下了 他说接受保护 是要帮我们更好而已 保护会起来买 咱们 因为都保险 我之前落下了 是保险而已 保险不是表示你没出事 他兵有要来吗 这就是红帅 中国台队有话说 出兵来台湾 这就是打到我的红帅 我不是抗台湾 我现在就抗你红 所以 转的就好了 我们要自立自供 但是我们没有美国人 我跟你说 我们不会 这是哪儿 你去逢百中拜 我们去逢国吃过法国拜的 吃了就不通了嘛 所以这个事情可以公开讨论 大家公开说清楚 好 刚开始的时候 始终就讲了 现在的选举 拜登跟川普两个是冰与火的战争 拜登真的这么冰吗 真的这么冷吗 跟着在冰窍一样吗 而且现在所有人都叫他退选 他现在的退选 只是看什么时间而已了 好吧 这个叫做火红跟冰蓝的对决 你看那个川普的戴什么 红色很火红啊 我刚刚前面看开场你放那个画面 我看的真的是比台湾的那个选举场还热啊 他一上去以后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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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 USA! 下面的人都疯了啊 好像是参调的导演会一样啊 那问题是这样 川普现在整个政治上来 刚一路讲下来 包含他中枪 包含他本来民调就比较高 不是说本来输才逆转哦 所以很简单 这个我爸常跟我讲嘛 上次我跟保洁哥讲的 火烧鼓烈川普 现在那个火把那个拜登的网都烧掉了 他怎么办呢 拜登基本上 你讲会酒口聊专门帮 他台语他听不懂 但是你跟他讲拜登 Joe Biden 掰了 他可能听得懂了 掰掰了啦 那为什么这样 很简单 掰了用一只手 五个手指头告诉你 第一个 保洁哥你要知道 他犯了致命的错误 我先不要讲这个川普纵枪 或怎么样年纪大 先讲他犯了致命的错误 他去参加美国的电视台 叫什么 这个电台叫做BET电视台 它的缩写是 Black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那我们台湾可能不了解 这叫美国黑人娱乐电视台 9000万的非裔美国人都看这个电视台 欧巴马当总统的时候 专门上这个电台专访 本命区啊 他是欧巴马的副总统 就人家上这个电台的时候 他讲什么 我是欧巴马的副手 我又是对不对 非裔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部长 那个Black Man 他讲说那个黑人 我拿他当国防部长 奥斯丁讲不出来 奥斯丁我都讲出来 来吧 这个我们看来我们导播的这个画面 这是奥斯丁 一个美国总统 一个可以手握5000件核武器的 这么重则大的人 讲不出他的国防部部长 他不会永远讲不出来 可是他当下讲不出来 第二个我要跟宝洁哥讲 这个是预录节目 这是预录节目 他是最挺欧巴马的 美国9000万的这个非裔美国人 在看的节目 预录节目他把它放出来 宝洁哥你懂我什么意思 对不对 给你难看了 又不是live现场讲出去 对 你可以重讲啊 你可以剪掉啊 他把它放出来了 好宝洁哥现在你就知道了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他竟然是支持欧巴马的 他也是一录节目 他还讲不出自己 可以讲说得意的告诉所有 非裔美国 9000万哦 我是欧巴马的副手 你当然投给我嘛 我的国防部长也是 非裔美国人 结果讲不出名字以后 The Black Man 所以现在炸开来 网络都是这条 除了这个川普中的 大家想说 明天他的名字讲不出来 代表什么 代表你根本已经老化了 明天名字又讲不出来 好那马上接欧巴马 欧巴马是最挺他的 对 四年前欧巴马在每次讲话说 谁帮他热场都是欧巴马 讲完以后欧巴马讲 对不对 Joe Biden 然后他就跑步进来 对不对 然后两个都give me five 欧巴马这两天 你要知道 这个是17号的专访 欧巴马第二天马上传出来 就隔一天而已 他讲The Black Man以后 欧巴马 当然他不是本人讲 有人说 知情人士跟欧巴马讲怎么办 欧巴马跟他讲说 看起来真的不会赢 他说看起来真的不会赢 然后他说 以现在这个状况呢 他认为他的好兄弟 Joe Biden应该考虑继续选下去的可行性 他讲的比较委婉 因为自己以前还是总统 还能选吗 对他们是搭档 他八年的时间 好那再来欧巴马之外呢 还有美国国会之前的议长 来过台湾的 裴洛西 裴洛西跟他就是见面了 这不是说欧巴马是跟别人朋友讲 裴洛西是跟拜登见面 那现在报道出来 裴洛西是当场告诉拜登 因为他们老朋友嘛 他说这不行 你这样子会输这件事情 基本上还不只是你会输 因为他是以前国会议长 我们民主党整个国会众议院会垮掉 连我们国会都会输 所以这意思说你不要选了 欧巴马也觉得不会赢 裴洛西也觉得不会赢 然后呢 美国的这些民主党的议员都在想说 我们非常尊敬拜登 他做的事情都是对美国好的 所以请他继续走向对国家更好那条路 然后后面国号就是退选 就是退选 好那最后一个 结果我要讲最后一个 最后连美国自己的这个 这个叫Ben Jones 他是民主党的测试 可能也甚至意见领袖 然后选举专家 他最近也讲 而且他上节目讲 他上节目讲的时候 他讲说现在目前看起来 没有办法了 拜登是不会赢的 因为很明显 子弹都无法击败川普 然后呢 拜登已经被那个COVID-19的病毒 给直接就确准在家里了 天差地别的状况 看起来对拜登的形势非常不利 今天检察官已经正式 起诉了台北市议员陈宗文 可是大家第一个看到 吓死了 这是他以前的陈宗文 这是现在的陈宗文 他一下瘦了20公斤 然后他说在这里面很难过 他还得了蜂窝性阻止炎 代表他现在的皮肤的状况 非常严重 那你说起诉 只是个开始而已 这个起诉恐怖的是 现在接连有三件事情 而这三件事情 感觉都是剑指科文哲 对 老大哥 我们现在看到陈宗文 因为他这个我们讲 压了非常久之后 出来的画面 大家想对 这个可能就是三个月 六个月之后的 郑文燦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实在太残了嘛 不是啊 你先看一下 他原本以前意外照片 你看一下 瘦到已经不逞人形 而且你看 咖一百一百 为什么一百一百 因为他说原本有一个小伤口 其实现在天气很容易有小伤口 你比如说撞到一下 这一六线 但是他在里面 不是 你在这种天气 你很容易得失证 你如果失证抓一抓 他就破皮了 对 就是他最后变什么 蜂窝性组织炎 所以你知道他在里面 待的环境条件非常不好 所以他整个人 才会瘦成这样子嘛 但今天检掉起诉之后呢 他还积压之外 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 起诉的案件 还不是最大条一条 这才是最可怕的嘛 因为你知道今天 他起诉案件是什么吗 是什么 他说因为你开了一个分公司 开了一个我们讲的人头公司 纸上公司 然后你借由这个公司呢 去把我们讲的台字光 跟公托之间 这个案件 你私下去接受 接受之后当中赚这种利差 利差带吃了两三百万 但请问一下宝洁哥 这是本案 这是社会大众最关键的案件吗 当然不是啊 社会大众不是什么公托嘛 关注的是什么 台聚光 废律 废律 废律案件嘛 所以简单关键你知道多狠吗 他就讲说这个案件啊 你这个陈崇文啊 我把你这个起诉啊 然后未来呢 要对你判刑之外呢 而且还要加以重刑 但是针对废律这个案件啊 我们另案再讲 对于说我们另干关关关讲嘛 代表说还会不会继续查下去 会查下去 会查下去嘛 而且专门针对废律 对嘛 废律这个案件 各位 讲到废律这个台字很大条 为什么 因为废律这个案件 跟谁最有关系 跟谁 当然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嘛 那请问一下陈崇文一个议员 他可以关心 他可以施压 他可以关切 但他可不可以最终拍板说 我们的废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 不能 不能嘛 那废律只有谁可以决定 柯文哲 这只有市长可以决定嘛 但是市长讲说 那是之前的市长搞的啊 那不管嘛 你去跟检调解释 你要跟这一段解释没有用 因为检调竟然说要查废律 那代表废律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代表这个废律定得过高 或者说这个废律定定的过程当中 有瑕疵有猫腻 所以检调才会说 但我觉得你陈崇文 在废律这个部分也出了问题 但我们另爱再去查 但是陈崇文这个人下场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这整个过程当中 第一 他主张说什么 说哎呀 这个是大水库理论啊 这个钱进去出来啊 事实上我也没赚到钱啊 只是说这样一进一出 请问检察官接不接受 不接受 不接受说你真假我 毫无回忆 而且他再来又开始瞎扯 说什么 哎呀 我是这个旺主嘛 大家知道我们在士林北投 我们家这么大 我肯定不会有逃亡的疑虑啊 假如说胡扯 所以就说要判以重刑 但我跟各位讲 这个叫做以案仰案 你听得懂吗 我后来发现 每一个案件逻辑都是这样 陈崇文的案件逻辑是什么 你在这边虚设公司 然后去赚取暴力 赚取牟利 赚取价差 所以我把你压了 但我真正要查的案件是什么 到底它的根源 为什么废律上 会定定成这样 所以他真要查的是什么 废律跟扣文者的案件嘛 包括我们讲 扣文才能去捍卫那个废律啊 对嘛 包括我们讲的 金华城的案件 也是一模一样 很诡异 理论上 保险哥 我们都有遇过说这种 像这种诽谤啊 妨碍名誉的案件嘛 当记者谁没遇过 但我没有遇过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吗 比如说呢 今天某某某告我妨碍名誉 结果你知道出庭的人是谁吗 告你的人 告我的人 好奇怪 怎么会全天下 有这么怪的事情 因为我今天还跟游淑会同台 游淑会被谁告 被 沈庆经 不是 他是被金华城告 金华城用公司的名义去告他 结果我今天问就是书卫说 奇怪但你有出庭吗 书卫说没有啊 我都没有收到这个传票通知啊 但保险哥你知道谁出庭 谁出庭 第一个金华城负责人 就两个董事长 总裁出庭了 告人的人出庭 对 告人出庭 但你知道更怪是什么吗 更怪是什么 沈庆经也要被要求出庭 沈庆经根本不是原告耶 沈庆经跟这个案件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没有被妨碍到名誉啊 因为金华城现在的负责人主持人又不是他 就你知道检方多么尿吗 他说 传神经经来 传神经经 你来给我说明金华城的事情 哪有呢 被告的都没事 不是叫原告来 所以我跟你讲 沈庆经下到根本连去都不敢去 你知道为什么不敢去吗 我如果去了 到时候旁边也准备一庭 我这一庭你知道叫做什么吗 这一庭叫做妨碍名誉 那旁边那一庭你知道叫做什么吗 叫做贪污之罪条例 哈哈 大事大条了 这人被被告 直接转被告 所以连区域都不敢去 然后只有叫我们讲的原告 去那边解释好半天 那理由很简单嘛 为什么检察官要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他想查的根本不是什么 妨碍名誉的案件 他想查的是说 你金华城到底有没有贪污 有没有猫腻 为什么莫名其妙送了容金率20% 这才是真的检掉官书的重点嘛 甚至我高度怀疑 今天妨碍名誉的庭 跟贪污之罪条例的庭 那两个检察官真的有差别吗 还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因为理论上就是同一个案件啊 左转就转 对嘛 所以我就讲 沈金晶他绝对没想到说 我们金华城跑去告了游书会 结果变成自觉坟墓 而另外一个第三案更怪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吴冬进 新冠吴冬进那时候是不是呢 医院交保 医院交保嘛 但我跟我讲 这个放错重点 重点根本不是医院 重点因为他讲说 我律师本来准备2000万 最后变成医院交保 保际哥你知道 这种年纪大的人 包括我们讲的88岁杨造林 他都有共通点 如果我说我要把你压了 我最后人生时光 会在那边度过 那他会做什么决定 讲实话 全部都什么都讲出来 他绝对为了出来 什么事情都讲得出来 所以你想想看哦 为什么新光这个吴冬进 明明这是家族内部纷争 然后剪掉这么大动作 还是医院给他交保了 所以这有关键嘛 警方要的不是钱 警方要的是什么 口供 对不对 你口供嘛 所以现在讲说 口供交出来 各位你又没有仔细散绕 我系组这三案 都有一个共通点 怪是怪在说 明明这个案件的当事人 他自己的本案好像不重要 反而去关心到他案 他案比如说我们讲 第一个台志光 他案就是费率 再来金华城 他案是什么 他案就是金华城 到底有没有图例 再来吴冬进 吴冬进案件是什么 北市科嘛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三个案件 办得奇奇怪怪 但最后都苗头对准同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什么 柯文哲 所以我跟你讲 台市大了现在 你先看柯文哲 为什么每天都要挨挨挨 我相信赖总统的 司法的绝对是公平正义的 过去七年都没有公平正义 现在的司法很完备 他在干嘛 他看到今天大法官 他还相信司法公平正义吗 他在求老 他不相信 他也得这样讲 内心还抱持一失其忘 而且我最后再跟各位报一个点 柯文哲最近 真的是召集到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最近有一场很奇怪的会议 这个会议呢 是彭震生跑去找 彭震生跑去找谁呢 彭震生跑去找收尾修 跑去找黄珊珊 然后两三个人呢 就莫名其妙 不知道在律师办公室里面 不知道在开什么奇怪怪的会议 然后最后周宇修呢 不知道也没有去跟柯文哲报告 所以保理哥 我问一下 郑文燦到底是为什么被压的 不就是创供吗 对 郑文燦不就是因为 叫人家到处去跑来跑去 创供所以被压了吗 所以打了一个LINE出去 对所以我跟你讲 柯文哲小心啦 有些事情 不要因为着急 就随便乱做好不好 好 瑞德 有一个猫腻 猫腻最后四个字 另案调查 对 没错 事实上今天起诉包括陈从文 包括这个相关的台志光这些人 我告诉各位 一点都不重要 为什么 这个起诉书的新闻稿 最后一段最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不是这个起诉书写 我们还不知道 原来陈从文跟他的公司 团队的这些人 卷入台志光的案子这么深 甚至于里面还有包括 其他相关的股票的 内线交易的相关的部分 这个起诉了 就按照起诉的方式去 但我为什么说 今天起诉没有那么重要 为什么呢 今天起诉只让我们看到 陈从文变瘦了 对 但重点在于 瘦了20公斤 他新闻稿的最后一段 起诉书的 地检署的新闻稿 最后一段才可怕 他把陈从文跟台志光这些人 就台北市光纤BOT案 关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监视系统专用传输网络服务费率 涉及贪污自罪条例 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嫌 另行侦办中 另行侦办 保洁你知道为什么 我要特别念这一段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初都以为 陈从文被收押是为了这个案件 结果他没有 没有因为这个案件起诉 今天起诉了 跟这个案件没有关系 跟各位解释一下猫腻在什么地方 因为据我们所知道 我们要评论这个事情 所以包括当时台志光 那么在台北市议会 到底怎样怎样 据我们所知道 还有不少议员卷入其中 你知道吗 那可是并没有在这些起诉书里面 都没有 今天是完全只针对陈从文的部分 那其他人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只要去调出过去 去帮台志光讲话的人就知道了 而且帮台志光讲话 还讲得很离谱的 这些人就知道了 那时候我们都讲说 应该是卡布会刷子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如果按照检察官去查的 这个相关的经流 还有查相关 他连陈从文的部分都查得这么细 他陈从文的设案的部分 今天事实上起诉书上面 写得非常的详细 所以呢 如果他还要继续办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 这个相关的case呢 我的天啊 宝洁我请问一件事 台北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不是说 这是应该是这个 前市府这个 好农兵要负责 跟这个等于说 蒋万安要去负责的嘛 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说要继续办的是 台北市警察局的 这个监视器的 相关服务费率的 贪污自罪条例 那你知道那时候的市长 叫什么名字 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 讲到这个就蛮有意思的是 这个今天不是民众党的总招 那么黄国昌 在面对人家质问 有关于国民党的新竹县长 周文科 杨文科 他讲到说 为什么他都没讲话 为什么他对郑文燦 骂得那么凶 他讲 他竟然讲述说 因为杨文科 因为杨文科呢 杨文科他是徒利 而郑文燦是贪污 我的天哪 徒利是在贪污自罪条例里面的 而且很重的 而且 而且我们怀疑你在 可以在凑柯文哲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柯文哲的这几个案子 全部都是用徒利案 被人家告发成为 他自然被告的 你知道吗 而且徒利罪很严重吗 当然严重啊 为什么 如果按照之前的判例 判八年九年都有可能啊 所以你怎么会认为说 徒利罪比较没什么 贪污罪比较严重呢 所以今天继续查下去 陈冲文为什么到后来 到今天呢 还是还押 因为后面还有 一肯 那骂掌像金字塔一样的东西要查 到底会拖谁下水 我们走着瞧 好 玉凤 刚刚瑞德特别讲的 整个起诉书里面 最关键的就是最后一句话 不管是陈冲文 或者是台志光的这些人 重点在哪里 他要针对台北光纤BOT案里面 关键标的非常清楚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监视系统 专用传输网络服务费率 涉及贪污治罪条例 所以你的标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监视系统专用传输网络服务费 涉及是贪污治罪条例 还有财产来源不明罪 现在是另行侦办中 你说这个才是血流成河 这个才是今天整个新闻稿的一个重点 他早上一拿到的时候 我们看看看看 前面讲的稀里糊 两三百万 你把他压到这样子 谁抽文外号叫什么 行走江湖北投小马哥 他就是屁股 你知道吗 他不是瘦20公斤 亲近他的朋友跟我们讲 他已经瘦了30几公斤了 你看这个公斤数 这个kilo是少了30几公斤 然后这个起诉书上面 起来的重点 重点的是就是这个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监视系统 专用传输网络服务费率 告诉你另案侦办中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呢 这个才是重头戏 那为什么今天要先起诉一个 这个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手法 因为这个案子 有没有办 早就在办了 但是为什么这是起不来 因为你这样 你压陈锁文 你已经把他压了 这么久的时间了 刚才讲的 如果你是台北市光纤BOT案 这个时候好龙命会进来 对 这个是跟他讲的 今天包括 这个讲办案可能 也会牵扯在里面 可是他是 台北市光纤BOT案里面的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监视系统 专用传输网络服务费 这个很清楚的 费率谁谈的 对 柯文哲谈的 就是柯文哲的 为什么呢 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BOT案来讲的话 是给他一个法源 费率的话 就是把钱充值在他的口袋里面 所以代表检察官 你手上已经有东西了 所以我已经可以把范围缩小 如果我现在正准备要立案 那我立案的方向呢 就是这个BOT 因为我还不知道细节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 Mega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里面的肉是什么 但是你可以把它牵扯到 服务费率就知道说 这个东西五百啊 这个东西已经中了 我从BOT进去 已经在服务费率里面 找到猫腻了 对 已经找到猫腻了 但是为什么今天 就找他起诉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陈从文在三月多的时候 就已经被压了 所以一起完之后呢 他还不坦白 又压了一起 已经不能再压他了 所以我今天先把一个犯罪事实明确 反正两三百万 你这打下去应该温戏也 我就先起诉一个 先起诉一个 这件事情对陈从文来讲 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 我终于被起诉了 你知道吗 你进去的朋友会怎样 第一个你会否认 我会否定 不可能 我一定要拼无罪 但是你压到最后 你看哦 受了二三十公斤 来服务费组织炎之后呢 你第二个 你就会相信说 天啊应该不行 第三个你就会期待 快点起诉我 起诉我我就要出来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他被换压了 检方压完 越方压 因为有一个另行争扮 对 所以呢 当我跟他 陈从文如果今天知道说 他要再被压三个月的时候 真的是会消狗狗 所以一定会坦白 所以很快的 这个案件 就会有答案了 会有答案 这一点的话 因为你敢把人家诉诸文字 白纸黑字写出来 又是台北地检署 来写这个东西的话 你不可能 你在修改里面 把这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监视系统专用 传输网路费率 例行侦办 写出来最后告诉大家 误会一场 误会一场 没有误会一场 你写出来之后呢 代表有什么意思 代表你要跟你的检察长 跟你的检察中长说 不要急 不吧 这个还在办 而且呢 最后我们会给大家 一个惊喜答案 好那另外 刚刚雨昕特别提到说 今天金华城去告邮署会 邮署会是被告 我也被告过很多次 你都要去这个所谓的检方 检察官那个地方去说明 可是搞了半天 邮署会没有接到船票 是的 是金华城接到船票 是这个小省接到船票 这真的很怪吗 这东西真的是非常奇怪 真的啦 当记者没有不被告过 不被告过的话 你真的很难在社会上说 你当过记者 当过记者 被告这一种毁方罪的话 或者是这一种都是很单纯 谁告你 我就传谁 你来 你有没有这样讲人家 然后呢 你是为了公益 还是你是为了你的私院 讲一讲 起诉不起诉 一翻两瞪眼 因为不会再传原告 为什么 原告已经把东西都写完了 告诉你的状纸都写进去了 甚至再附一个电子档 检察官你要起诉不起诉 你就复制贴唱就好了 那为什么你要把这个 这个原告给传来 有人告我的时候 把我节目那个录影带 每一句我讲了什么东西 都清楚考虑上来 然后呢 检察官级要复制贴唱 反正最后的钥匙 要起诉不起诉 你都是他决定 可是为什么传原告 一定要问原告 其他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只要是在笔录上面所载 你可以另案侦办中 所以讲万安道歉了 这个我刚刚讲的 台北市幼儿园 这个性骚扰的事情 真的非常严重吧 保险哥很简单 大家来看这个画面 讲万安鞠躬道歉 他不是说特别开心的 我讲这个 他是去市警局分局长的交接 记者来了以后 当了记者面要问这个问题 我知道 往后退一步以后 90度的鞠躬道歉 都是我的错 那为什么过去两个地方 还不讲呢 讲万安为什么不讲 人家姓讲了 为什么不讲呢 因为他其实根本觉得说 这事情是发生在2022年7月 保险哥现在已经是2024年7月了 两年的时间过去 台北市居然有个幼儿园 发生了20个小朋友 600多个这样子的这个镜医匠 然后呢都没有人处理 你先不要讲是之前的市长叫 柯温哲 或是后来现在市长叫 讲万谁的错 我就问一件事情 台湾所有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 都双亲家庭比较多 尤其在都会区 六都直辖市 我去上班小包去送幼儿园 发生这种事情 两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处理 拳头都硬了嘛 都没处理 很简单的 保险哥你先看过来 为什么他 因为我先讲 他这样做是对的 他不这么做 他会继续掉 你当台北市长 你先不要管柯温哲嘛 柯温哲民众党现在跑出来讲了 民众党马上也发了新闻稿 民众党讲说 我们绝对有监讨的地方 那过去两年 两个前后市长 在干嘛 你看到讲万安 过去两个礼拜 他的整个的声量 红色是负面 绿色是正面 所以他原本 其实本来绿色负面 声量就比较多了 就红色负面比较多 可是你要知道 负面声量本来就比较高 中央值下 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你看冲上点36 然后他的绿色 是他正面声量低到点 0.25 所以当他两个拉开 以后发现说 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个停顺点 那很简单 我就跟大家讲 因为这两年的期间 一开始就有家长 在202年的7月 这个我要讲 他不是跟幼儿园讲说 我们家小朋友反映说 他有被老师骚扰 妨碍性自主 他是直接已经了解 问了小朋友 跟原方讲完以后 报警了 直接就报案了 第一个case就报案了 那报警了以后 警方回到幼儿园 去查那个监视机画面 那个监视机自己 这幼儿园里面的人 查不出有任何的问题以后 居然就没事 居然没事 你要知道一个家长 已经去报警了 居然可以从202年的7月 之后到2023年 那2023年7月的时候是柯文哲 可是2023就是你讲万安啊 所以2023年的7月 开始又有后面的第三第四 都有人去报警的情况之下 台北政府才启动调查 实在是他为什么一开始 没有鞠躬道歉 他说柯文哲事情 不关我的事啊 我知道的是2020年7月 2023年7月 去年7月嘛 8月以后就开始 就给他做处分 10月就把这个幼儿园 就直接都停止营业了 所以他原本认为 他是有做事的 可是他们整个过程当中 市政府并没有更积极的 让他的事件 能够赶快停止 后续的受害者 所以包含了柯文哲 包含讲万安都有责任 大家不能忍受的是说 你在2022年的这个7月 你那个犯罪犯罪的人 你居然让他继续留在幼稚园 对啊 可是保贼跟你现在讲的就是 讲万安之前没有鞠躬的原因嘛 2022年的7月 市长是柯文哲啊 大家跑去问黄珊珊啊 你知道黄珊怎么回答吗 不管我的事 他说那时候我已经请假了啊 我要去选市长了 对不对 2022年 所以他不知道啊 所以搞了半天都不知道 前欧伦市长 有没有办法逐责事件发生 民怨事起了以后 现在把它烧成一个很大的议题 然后大家才回头发现说 原来当发生这种事情 当他的监视机画面 拍不到情况之下的时候 因为小朋友这儿笑法 媒体也不能直接披露 搞不清楚是哪一个幼儿园 你很难阻止他 能够立刻的停止他的这个营业 其实会有更多的小朋友 因为这样受到伤害 欢迎去跟会见许课 事后我们看到 现在是美国共和党 全国党代表大会 你看到了川普 今天被当神一般的看待 因为今天在所有的人里面 大家很难相信 他竟然可以躲过那个致命的一枪 大家觉得他根本就是天选之人 他是神派到这个世间 来拯救美国 来拯救这个世界 你看到现在这个现场 董伟康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差这个千分之一秒 他就会命上皇权 没有想到竟然这样的一个子弹 被川普所躲过了 躲过之后的这个川普 所有人都相信 他一定会赢 这个赢现在是川普的宿命 而川普今天 在全国党代表大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不断地去攻击中国 不但他攻击中国 他以前的国务卿 蓬佩奥也攻击中国 所以之后 你看到 他今天在这个演讲的时候 对中国 负价值赢 北朝鲜交絡�나业者,他们都以赶金融付金 ւ Porque他们 金融交 meer物 這些產品 都不 куп搵,但我甚至不笨 arms 因為19等 都不說了,也因為疫情但是更多 歷史。 跟中國疫情一樣 我們不會讓國家進來 拿到我們的職業 和監獄我們的國家 他們進來監獄我們的國家 美國的方法 他們會在美國的產品 是建立在美國 很簡單 建立在美國 而且只在美國 走 我們在昨天 范斯在演說的時候 已經非常清楚地對中國表達 非常不以為然 他直接把他最重要的敵人 就是中國 而且他說 我們要趕快把烏克蘭解決掉了 我們要把所有的兵力 放到了台灣 我們要全力地來對付中國 沒有想到今天川普 川普講得更重 川普直接用中國病毒來形容 保證 川普在這個提名大會 上面的演講裡面來說 他已經直接把中國 點名為他的最大的敵人 而且他整場 他整場講話裡面來說 其實他最不客氣點名的 就是中國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 他講到中國來說 講到兩個點 第一個 他曾經說過 我最好的交易 可能是我跟中國 達成的貿易談判 他說中國要買500億 他說以前中國 都沒有這樣買 但是後來就中斷了 為什麼我不想談這件事呢 因為發生了這個 中國病毒 the China virus 他還故意講這個話 你講 新冠病毒不講 你要China virus 你看很酸很酸的這個狀況 都是他在說什麼 我們不會讓這些國家進來 我們搶我們的工作 掠奪我們的國家 他們做這些事情 掠奪我們的國家 然後他們要賣東西給我們的話 就要在美國製造 徹頭徹尾在美國製造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會用非常強硬的手段 這個至少排除掉 中國的所有的產品 而且剛剛講的 在這個全國黨代表大會裡面 不是只有他的副手犯 不是只有川普 剛剛講的 從蓬佩奧開始 到北達克州的州長 包括南卡拉州的州長 對 所有的人 全部都在批評中國 對 沒錯 好 川普除了講這個 所謂中國China virus之外 他還講另外一件事情 抱歉 中國應該是插來彈 他說什麼 美國的汽車工業 瀕臨崩壞 我上任第一天 就把拜登的電動車指令 全部撤銷了 沒有那個電動車指令 對 所以他說 他未來不會發展電動車 所以他現在 目前為止 而且他說什麼 很多中國大會車廠 以規避理由 關税為理由 在墨西哥生產 他說這樣 也不行 所以那大會是這樣 中國現在不是就是 以電動車在拼那經濟嗎 對 他現在等於是要 摧毀電動車的發展 這擺明了 不讓中國活啊 而且他還講 你就算在墨西哥 生產這些車子 對 你就算在墨西哥 我有北美貿易協定 是 你進到了美國 對 我要給你抽 100到200% 所以你看他現在指達什麼 中國最重要的電動車 然後直接給你點穴 另外要批評你說 你要買東西 你都沒有買 所以他 中國並沒有執行這500億 所以他現在上台之後 我相信 他絕對會跟中國 算這個帳 所以中國習近平 看到這些字眼來說 他當然應該是 打開膜在燒了一個狀況 而且剛剛講到 現在連蓬佩奧都講 你現在中國的間諜氣球 竟然飛到美國的本土 我以前我們在的時候 都沒有 你中國也太挑釁了吧 而且除了這個川普 在那邊大罵中國之外 每一個上去講的人 全部都在罵中國啊 你看飯師說什麼 我們要趕快結束 跟烏克蘭這件事情 我們要 美國要專注最大問題 就是中國 好 他這樣講 再來龐佩奧說什麼 他酸了這個 拜登的時候發生的 這個中國間諜氣球 飛越美國這個件事 他說我在的時候 四年都沒有 沒有這件事 如果我是國務卿 然後有這個間諜氣球 飛越國家的時候 很快我就會變成 前國務卿了 而且他講 中國共產黨 直接點名中國共產黨 已經變成 對我們國家造成是 來自國外的最大威脅 對 所以我們就要說 他說在川普總統領導之下 我們以前所未見的方式 面對他 最後他還酸了拜登 他說我要祈禱 拜登總統任內的時候 我們永遠不會接到 凌晨三點的危機電話 因為他只能夠工作到 下午四點 你看他還這樣酸他 好像除了這個 這個所謂 龐佩奧這樣說之外 他們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北塔拉州的這個州長 他說什麼 如果拜登連任的話 這個 川普如果能夠任的話 將會使美國的能源戰略 主導位置 因為他會開始用石化業 那拜登總統的這個綠能政策 看起來是為中國和伊朗制定的 他的政策 讓這些國家變得更加富裕 你看他直接罵他 然後這個南卡州的議員 因為他是女性 他說中國的芬太尼 你要把芬太尼講出來 然後羅傑斯他說什麼 他說重要的礦物 所以等於是每一個州的州員 都是把他提出他們州 有關中國的政策 完全都把中國賣對的這個狀況 而且我們常常講 中國是集中力量辦大事 現在川普說 我要集中力量對付中國 之前幫我講的 拜登的時候 不是從阿富汗撤軍嗎 對 他說今天我們才點點說 原來從阿富汗撤軍裡面 這個巴格蘭空軍基地 對 他說川普說這是我一個 非常喜歡的基地 本來以為美國 控制這個基地的時候 是隨時可以威脅中國的 對沒錯 因為事實上在整個 這個會場裡面來說 大家都把他當成是彌賽亞 救世主這樣 結果他不只要救這個美國 他現在把全世界都點了一遍 他說目前的全世界有幾個地方 北韓啦 這個台灣啦 還有菲律賓 亞洲 瀕臨第三次世界大戰 然後他同時還說 這個拜登是他們政策錯誤 然後他說什麼 你看他才講到一個點 就是說拜登退出了阿富汗 他退出阿富汗之後呢 保證這些我們美軍的裝備 就落到中國的手中 然後他同時還說到 他說尤其是 有一個基地的丟掉 他覺得完全不應該 他說拜登政府放棄了 這個巴格拉姆的這個空軍基地 他說他是世界上最大 最具戰略意義的這個基地之一 那最強的跑道 最強大最硬化 加厚的跑道之一 我們放棄他了 他說我喜歡他 不是因為阿富汗 他說因為呢 中國的關係 他說這個地方 距離中國核 製造核武的地方 只有一個小時 那你知道嗎 是誰擁有他嗎 是我們 那我們來說 他說原本是我們 說中國拿走了 這原本是我們的 而中國正在包圍台灣 所以他等於是 因為 他認為這個 巴格拉姆的這個基地呢 因為距離中國非常近 他說一個小時之內 就可以飛到中國了 尤其可以打擊到中國 所有核武器 結果我們放棄他了 然後他說 現在中國在包圍台灣 所以言下之間 他認為這都是 拜登做錯了一些事情 所以你說 中國正在包圍台灣 如果我們有這個 巴格拉姆這個的話 我對你說 在你的背後有一根針 甚至你在背後一把刀 你敢進去妄動的時候 我從巴格拉起飛 我從阿富汗起飛 我在阿富汗起飛的時候 我隨時可以進攻到你的背後 對 所以他講的言下之意 就是這個樣子 中國包圍台灣 如果有這個 我可以包圍你 好 那他在講什麼 他說哈馬斯跟以色列這個 如果我是總統 一切都不會發生 他說呢 美國面對的是一群兇悍的人 但是現在美國的執政者 不兇悍 他說民主黨只會對我選舉的時候 那些爭議表現的兇悍 其實他說沒有 所以他說沒有敵人 他也會懷疑我們的力量 如果我的話 好 那他還在同時來說 這個說 維克多 就是匈牙利的總理 就說他什麼 俄羅斯怕我啦 中國也怕我 所有人都怕我 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原本世界和平 但是現在全世界亂成一團 亂成一團 所以他就說 你看他就說 我是最強最強的一個人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 川普現在為止來說話 已經自認說 他應該是會 黨選美國總統的 開始在發表一些 外交政策方面的政策 那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非常完整的一個目標就是 他絕對會對中國出眾手 因為你答應我的 五百億美金的購買 你有做到了嗎 另外一個 中國的電動車 我也絕對要扼殺他 所以你知道 光是這兩點 我覺得就讓中國 完全吃不消了 而且剛剛講到 現在的半導體 竟然已經變成了 民主共和兩黨 共同的目標 要把你任何人 在半導體世界上 你要跟中國合作 你就會變成一個高峰線 對 沒錯 我們這樣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拜登他原本是小燕高強 可是他現在越來越嚴格 他現在幾乎是變成是 完全都不能夠賣 你看他最近說 這個迪斯科 或是東京威力克創 艾斯摩爾等等 你不要再賣這個 所謂設備給中國了 就用這樣方式 那你看 全部的這個股價 會出現大跌 可是保久跟你講 川普上任之後 他只會越加強硬 他絕對會是做得 比拜登更加強硬 所以現在對所有的 科技類股來講的話 進一步跟中國脫鉤 這可能是未來 川普上任之後 會做的一件事 好 不要找 現在經濟學員就講的 一顆子彈讓 現在川普在整個 美國共同黨 有一個神一般的地位 我們再來看看 現在後來大家做的 這個動畫 你才知道那個當時 真的是千軍一罰 他當時只要散著慢一點 不要一秒鐘 只要千分之一秒的時間 他就會命上黃拳 對 沒錯 你看 這個畫面來說 寶傑你知道嗎 這個川普也在這一次的 他的共和黨的圈袋 那邊秀了這些東西 就是秀這個 秀這個什麼 你看 他說你看 我就差那麼一點點 為什麼 我就在那個剎那之間 我去看了一個簡報 你看 原本是這樣子的 槍手是瞄準我的 我就這樣轉一下 就閃這個子彈 就插過我的耳朵 你看他在秀什麼 你看 他在秀什麼 他把這個 他講這個故事之後 你看 他把這個照片 弄出來了 就是他 然後這個旁邊有子彈的痕跡 他把它畫出來 然後他就說 我中彈的時候 我知道我好像中了什麼東西 然後他說 這個秘情局人員上來的時候 我一點都不怕 為什麼 他講了一句話 寶傑你知道 I have God on my side 就是我有上帝站在我這邊 所以他這樣一講到 你看 我原本 不應該站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不應該出現在這個晚上 我能夠這樣 是全告上帝的恩典 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說 這是個幸運的時刻 所以你看這整個 而且你看他還把 寶傑他還刻一把這個 他說我為什麼會閃過 他把我看的那張照片 那個圖表 我把它弄出來 就是他在當時 他在看這個圖表 他就是在看這個圖表 對 他就是在引用這個圖表的時候 看了一下之後 因為他記不得那個數字 看一下 他就躲開這樣 他還特別把這個 重現這個當場給大家看 我是看這個圖表 我的頭偏了一下 我就閃過那個子彈 對 說一下 事實上沒有錯 他講的非常多 都是有關於這個國外的政經 但是其實他最有記憶點的 就是他在講 他這個被遇襲的那一刻 那講完之後 寶傑你知道 整場我可以形容的是什麼 恩典益滿的這個狀況 恩典益滿 全部大家都說 非常的High 非常的興奮 所以你看這整個這個全代會 對川普來講的話 毫無疑問 讓他整個共和黨的士氣 完全更上一層樓 所以我們看到他從今天 從進場到開始演說 到所有的規格 那個不是候選人 那根本就像神一般了 對 沒錯 你看這個整個 當然有他過去實境秀的整個感覺 但是你看 他把他營造成什麼 他就是個救世主 從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繼續的呼喊他 然後你看 他現在是在做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 這一次不是有一個 中槍的這個消防員 他還這樣親他 你看 他說說你看 我們要把榮譽歸給他 他用這樣的造勢 所以我覺得你看 這一次的川普 讓我們覺得跟以前不太一樣 以前他都是很強悍 但是或許是經過了 恩典的這個滿意的 還有這個上帝 在他身邊之後 我覺得他變得 有點不太一樣 好 揮誠 我們剛剛講的是說 現在這一次的 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裡面 全部都以中國為敵人 全部都去攻擊中國 今天拜登甚至是 今天川普 甚至用China virus 直接說你是中國病毒 來形容他 剛剛講的 他今天竟然演講了 一個小時又三十二分鐘 一個小時又三十二分鐘 這個大概是美國有史以來 總統候選人講最久的 而且全無冷場 是真的全無人場 我前面他會看了一下子 我跟你講真的是他非常懂得 去營造整個氛圍耶 他直接他說 每個人都問我 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之前都沒有告訴人家 因為這真的是太痛苦了 你還要再去想一次 而且我們看到 你在現場裡面 他的演說 他只要一演說 滿場沸騰 他會把人家人們都不是很想像 他會被避免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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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未來 會變得更大 更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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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以前更豐盛 更豐盛 簡直說 我們會很快 更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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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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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在大家形容說 那個現場 整個都燒起來了 是 它完全就是一場實境秀 而且說一句實在的話 它整個鋪陳得非常好 有感人的 有讓人家痛哭流涕的 有讓人家感同身受的 到最後影響光明然後的勝利 所以你會覺得說整場 真的你看很感動 他甚至直接想到說 我應該不應該在這裡 因為上個禮拜有槍戰 我不應該在這裡的 後面下面人們明明就講聲 對 你是 對 你是 就全場歡騰 你知道嗎 全場歡騰 就覺得說 因為 你為什麼可以在這裡 因為有上帝 所以他才會講說 我有上帝在我這一邊 在我身邊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他這整個讓人家覺得什麼 聖靈充滿 然後覺得天選之子 對 然後會讓人家覺得 我好像參與了一個神機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其實這個非常厲害 而且中間有一段時間 他又講到那個 不幸上面的那些人 然後講到說非常感謝他們 然後為了他們 反正卸了很多人 所以整場會讓人家覺得 他跟以前川普不一樣 以前川普是攻擊性很像 對 羞辱攻擊批評 對 就是他現在 會讓人家覺得溫暖 然後還會讓人家說 我們要團結美國 你知道嗎 他最後還有說 我們那個相關人 有抽了一百萬 要捐給這個家庭 所以你就會覺得就是說 他真的是一個很偉大領導人 那種感覺 所以你知道嗎 現場今天參加的一些名人 每個人真的都是非常投入 包括有一個也是非常有名的 摔角偶像的綠巨人 霍根 他本身也算是一個那種 也是實際英秀上的 對 他講一講一講 他把他整個衣服都撕破 你知道嗎 他那一幕你真的 你會看你會覺得 這真的是很投入 那撕衣服是他的招牌動作 對 而且他邊講 他說上個禮拜 有一個人竟然朝我的偶像 朝我的川普開槍 然後講一講就開始 你知道他講什麼 Enough Enough 那就開始撕了 然後就撕了之後 他就會講到說 意思就是說 我們賓州要贏 我們川普要贏 我們要讓這個偉大人贏 我們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所以他從頭到尾都會讓他激起 就說 我告訴你們兄弟 他們差一點殺死 我們這個偉大的總統 所以你就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整場的一個提名會 會讓人家覺得 非常的一個振奮 而且衛生你想說 這個對比這也太明顯了 剛剛講 今天川普講了一個小時 只有三十二分鐘 剛剛講的這個演講的過程裡面 全部都是高點 全部沒有一個地方是冷場 對 相對來講 現在碰到他的對手拜登 有人講的是冰與火 一邊是熱情如火 一邊就像在冰窖裡面 你不要說冰窖裡面 現在事實上有人都直接講 他說現在以前還是笑拜登 還覺得還蠻好笑 他說現在已經有點殘酷了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認為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 你看這是發生什麼事 拜登把旁邊那個身藍衣服的女生 當成是他老婆急兒耶 就急兒趕快衝出去說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講到說 天啊 這個畫面 也讓人家覺得 冷卻 睡在旁邊的帽 而且你看到那個女生好害怕喔 對 就是 你就覺得不可惜 而且你看他被請走 他還要再跟著他 對 我想說這個比較年輕 應該是我們帽 所以你就知道人家說 如果連你那個 牽手一生的老婆 你都可能會誤認的情況之下 那現在的問題 真的還蠻嚴重的 那還有包括這個畫面 我們並沒有把他放慢動作 是他原本就這麼慢 而且你知道嗎 他的保鏢 他的隨乎人員 站在下面 看著他一步一步步履 滿身的走上去 天啊 現在保鏢都要快變成看護了 你知道嗎 每一幕 他們就是這個畫面 他們就講到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覺得我光看我們的總統 這樣的情況 我都覺得很殘忍 以前歐巴馬都是小跑步 他們都說 可以不要讓這樣子的人 在出現在我們眼前嗎 可以讓他好好回去養老嗎 你知道他拍什麼嗎 就是你看 他竟然連那一頭要上車 他都要人扶著 他才有辦法上車 上不去 他才有辦法上車 他上不去 他完全上不去 所以你就發現有人 給他聽一下 給他扶一下 他才有辦法一步一步 他連蹬上去 都沒有辦法蹬上去 所以他的激勵 應該產生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講到說 現在他的身邊的這些保鏢 感覺已經不是需要保鏢 而是需要看護 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的美國人 越來越多美國人 甚至原本是民主黨的美國人 他們都認為說 我覺得好殘酷 我覺得我看著一個這樣的老人 在我前面這樣子的 我都覺得很殘酷 所以現在為什麼 會叫他退的一個聲浪越來越大 就是有保險公司的人 到那個公司之後 發現他們老闆死掉了 他們怕被這樣誤會 誤會成說自己殺了老闆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老闆 假裝還活著那樣 現在竟然有酷手影片 酷手影片叫什麼 就是We can't add Biden 一直就說 你看 天哪 這個拜登 現在整個都是已經恐嚇死 不知道 他們兩個人就是要扮演 拜登還栩栩如生的樣子 有沒有 撐著他 幫他化妝 然後帶他去任何地方 帶他去參加派對 然後用他的左右手 假裝他好像還是能行動自如的 這個影片 你說到處在酷手拜登了 你知道這影片有多少人看嗎 168萬人看 你看 有沒有 把他揮手 都是他其實事實上這個 就簡單來講 是我們在操控拜登的 你手張不扶他馬上就 所以你看他隨時都這樣子 你這個真的 而且你知道為什麼要晃晃去 因為他頭幫他扒來扒去 所以就真的是太殘忍 然後遇到中國人就跟他說 嘿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們就嗓 然後你知道這兩個人陪拜登一整天 幫他排完這個所有的行程 到最後他們說 天哪 我們這樣的日子 還要過多久 那酷手影片 但是竟然有幾百萬人看過 所以換句話說 你說拜登能不退嗎 那現在我跟你講 他越來越多的情況 連你知道嗎 他連記得他們的國防部長 奧斯汀他都不記得 他講那個黑人 天哪 整排很多黑人 好不好 到底是哪一個 所以他們 就這個對話 對 他講他的國防部長 對 他只知道他是個黑人 那個黑人 我都知道他叫奧斯汀了 對 連我都知道他叫奧斯汀了 而且我跟你講 他好幾次都這樣 他在2021年的時候 有一次講一講那個黑人 那一排有好幾個 所以就講到說 你現在到底 你連保衛國家的 國防部長名字奧斯汀 我想說我是奧斯汀 而且他在2021年 就有這盡頭 所以你看20年當選 2021年就有這盡頭 他到現在奧斯汀 我現在想說天哪 我已經在已經為國家 服侍了這麼多年 到現在我叫奧斯汀好嗎 而且他同時有兩個症狀 一個有帕金生死症的症狀 一個是有阿茲海默的症狀 是 所以這就為什麼 人家美國人都覺得說 現在已經不是 勝不勝選的問題 而是你再這樣下去 連你自己拜登 一輩子為美國政府貢獻 這一點credit 你都會被自己搞砸 所以現在民主黨 很多的大佬 包括佩洛西 連歐巴馬都說 他的勝算 已經越來越低了 是 所以就有人說 在現在共和黨的 提名大會之後 最快可能在下週 這個拜登就要宣佈 他可能不會參選 那現在大家提名出來的人 就有誰呢 就是賀錦麗 所以很多人就是說 要幫賀錦麗在尋找 大家都知道賀錦麗也不會贏 但至少不會輸得這麼難看嘛 所以現在整個民主黨的金主 就忙著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叫拜登趕快下來 第二件事情幫他們尋找賀錦麗的副手 對 這樣看起來 這局已經上了啦 不可以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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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拜登就最佔領了對不對 他美國總統呢 對不對 就算賣掉了 不可以說現在正 我跟你說 寶傑你就知道說 我們台灣人說 吃到八十歲 不用抓捲還會做工作 這樣你看多重要就好 他是沒有抓捲 但是會做工作 不會做工作 他是很佔領的 川普去當選的時候就對了 人家說這樣 搖頭放 對不對 嚇頭嚇那 我們台灣人說 又很不得責 但是剛才叫他 要來要去 清智就閃過了 這叫福千 選舉人不是看市政的 看命 當然 八里有夠膽膜 對 所以你剛才說 金主都不要賭而已 這是政客的消息 所以拜登才會說 我又去拿個美金 意思是說你沒有賭 我又要再選下去 不過政治的現實 這不是你個人的事情 總統 在日本的觀察家在看 已經說總統會輸了 但是國會議員 民主黨贏了 這是他們的觀察家在分析 所以在這個 政客選舉的變化裡面 你看特朗普 你看看 川普會上去 那個氣勢 也不會他們兩個差不多幾歲 差三歲 對不對 你看看他上去 又不會走 他要叫到 中間了 但是他要動作說 他是在用走的 對 這叫表演 這個部分 川普是逼拜登就對了 很厲害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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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拜登今天遇到 他當來的危機生活 但是我是放他們忙碗 這本黨有參選的經驗 忙碗 這怎麼換 好 實際上說 因為川普 我問你 剩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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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幾個月而已 差不多超巴黎 這個想說 因為美國 你知道後面是 每一瓶要去做生 對 這個黨的提名台會 後來開始就 國酒做生 現在 他現在就開始在嘴票 嘴什麼票 通信投票 現在人又在嘴這樣 有 反正我剩票 你走不走 走不走 你是不是都換人 所以這次對民主黨的選舉 是很殘忍的 不過你不用擔心 美國的制度很健全 不管他們兩個 什麼人對 選一個總統 什麼人有選 什麼人替選 都沒有影響到 他們對中國大陸的政策 對台灣 要繼續跟你當 叫你立法後悔 叫你繼續立錢 這都不會改變 對我們都完全沒有改變 付給這件事 那都不會改變就對了 所以我們要自己做好我們自己 但是我們要關心 因為美國跟我們 是相當緊密的 在美中台三角頭 我們一定要密切關心 好 宇璇這個消息 已經開始擴展到了 全世界跟他講到 本來俄屋要打到 這個所謂的 打到兩邊不退 現在俄屋都開始 尋求這個談判方案了 現在不剩民主黨要停損而已 就連我們講的烏二戰爭 他們都認為說 現在是時候到了 你知道嗎 的確他在最後關頭的時候 打得非常的 我們講的 越打越火熱 為什麼 因為我要談個好架 就是說烏二戰爭 他們現在當然是烏東 比如說俄羅斯 你現在他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說我只要烏東 可以拿下來就好了 我烏東這個陣線 我可以守住下來 不是耶各位 你不要忘了 俄羅斯那時候出兵的時候 揚言說什麼 說我兩三個月 要把烏克蘭境內 全部打下來 我要打到基伏去 結果現在說沒有 我現在最後烏東 守住就好了 包括你說烏克蘭也是啊 他現在派出最近的部隊 為什麼我們剛才講到說 打到了俄羅斯的邊境 因為那個都是在談判桌上 我才可以要到好的下碼 比如說你知道 亞素穎最近影片 一直丟出來 他最近公佈一個影片 嚇死了 你知道他幹嘛嗎 各位這是我們講 俄羅斯的戰壕 他的陣地 然後你看那個馬賽克畫面是什麼 是亞素穎 他直接對著俄羅斯的士兵 處決的畫面耶 他就把你砰掉耶 而且保利哥你知道 我看到這個畫面 砰掉你知道最殘忍在哪裡嗎 已經砰掉了對不對 他還在補一槍 他頭還在給你補一槍 所以你看他這時候 所以亞素穎這麼兇 他為什麼這時候 要公佈這畫面 代表我們烏克蘭是什麼 連戰連勝嘛 我們現在取得大捷人嘛 打到你的邊際了嘛 所以我各位你要知道 他們現在最主要是說 後續大家要上這個談判桌 包括烏克蘭 包括俄羅斯 大家其實都想退了 不是說因為真的天氣很熱 打不下去 是因為現在雙邊 都已經緊繃到一個極致了嘛 所以為什麼川普講說 我來拯救世界的災難 我來拯救世界的和平 他其實講到關鍵話 因為他知道說 現在對於烏克蘭 對俄羅斯在講 兩邊都沒台階可以下 那我當那個台階總可以吧 對不對 其實跟什麼北約的經費啊 北約的經費 到底有沒有多少 或者說由誰來付錢 其實都沒有直接的關聯性 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什麼 他希望能夠把這邊 因為全世界各地 大家都希望能夠把 不管這邊的戰事 做一個我們講的 趕快終結 那保雷公為什麼他一定要把烏爾 這邊戰事做一個終結 要把精力對付中國 對 他要把所有的戰場 全部轉移到 我們的中國這邊來 而且各位 你不要誤會囉 中國這個經濟跟軍事 是兩回事喔 經濟對他來講呢 只要你是外國人 不管你是東南亞 或者是台灣或是中國 我全部都要回來 但對於制裁這方面 你說關稅壁壘 又或是對於中國 金面戰的打壓 他只會有過之無不及嘛 他要把所有的矛頭 都對等中國 給他極限施壓 而他現在沒有那個餘力 不管是經濟層面上 不管是軍事層面上 不想去分擔戰 所以他才會說 好好好 你這邊時候到了 我會幫你解決 我要開了新的另外一個戰場 叫做是瞄準中國嗎 好 我看 記者 美國這個打噴嚏 全世界都感冒了 現在看起來 川普勝月在握 川普勝月在握 剛剛講 俄乌戰爭嚇死 俄乌在兩邊 都嚇壞了 包括北海也嚇壞了 中國也嚇壞了 大家都嚇壞了 川普現在目前 勢不可擋 與神同行 你真的擋不住他了 剛剛你看那個畫面 一直在喊MAGA MAGA是什麼 是這一次川普兩個 主要的他的口號 第一個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次偉大 另外一個就是 美國優先 你要理解川普 你才知道說他到底在講什麼 他就是要讓美國 能夠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讓國際的大廠到美國去 製造工作機會 讓他更多票 然後他要要求 關稅要升高以後 要賺國外的錢 美國人要賺世界的錢 世界人別想從美國身上 淘到好便宜 所以南韓的軍費要加5倍 所以他的整個政策 其實他2016年就在講 可是寶傑哥 我今天特別好 把這畫面掌描給大家看 所以你看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1980年 雷根第一次當選總統的時候 他的口號 你看他這邊起來是什麼 Let's back American Great Again 所以他是抄雷根的口號 他是抄雷根這個slogan 然後呢 我就跟大家講 我剛才上去查了一下 2011年最後一個民調 全美國人票選最偉大的總統 這兩百年來 雷根第一名 但你是民眾選 歷史學家 政治學家 然後呢什麼媒體記者以後 第一次我看了十幾次的民調 從這個2000年到現在2024年 很多的民調有高有低 雷根從來沒有掉出5名外 因為他把蘇聯拖垮了 對啊 雷根從來沒有掉5名外 然後呢 雷根在共和黨的人的心目中 永遠是第一名 對 然後雷根的口號叫 Meg American Great Again 現在川普講什麼 Meg American Great Again 對不對 第二個 雷根中過槍啊 川普現在也中槍了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他是複製雷根這條路以後 你就知道為什麼下面的這一些 共和黨支持者會這麼的high 他們看到的就是 勝利在望了 穩贏了 如果雷根可以拖垮蘇聯 而現在川普拖垮中國 那都是不適其功 對啊 所以呢 在面對的世界的強權的時候 雷根居然意外的一個喜劇員 能夠帶領美國 成為世界的強權 世界各國都要張望美國 以美國來多領導 那所以現在川普跑回來之後 他在告訴大家是什麼事情 剛好形成非常強烈的對比 他說拜登沒有用嘛 我之前跟普廷講說 你敢怎樣我就打 普廷就怕了嘛 我也沒有做不重要 他當然會怕 所以你要拉回來跟 我嚴肅跟觀眾朋友報告 因為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沒有再講第二次 他說中國大陸敢打台灣的話 就炸北京 那有人覺得說川普就瘋了嘛 可是川普的邏輯是什麼 當我這樣講的時候 那個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當我嗆了普帝又不敢動手 所以當現在目前拜登 不管是講錯他的國防副長的名字 講不出來 或者是爬不上車 或者是上中軍要摔倒 然後又COVID-19 然後又抖來抖去 這都會形成強烈對比 認為說他根本不是一個強勢的領導人 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拜登當然會被一直認為說 你跟川普怎麼比 川普現在目前是如日中天 與神同行 開槍打不死他 所以就會結合那個意向 才會聲勢越來越強 好 看到雷根自傳裡面 有一個小故事 這個小故事非常有趣 是因為雷根也喜歡講這種話 也想去威脅 他的幕僚講 你不要這樣子嘛 你每天這樣子 你對你的形象不好 那你知道雷根怎麼講嗎 我如果不是這麼瘋狂 蘇聯怎麼會怕我 好 那另外一講 現在不但是 現在看到了美國共和黨非常的熱烈 現在剛剛講的南歐全世界也熱爆了 熱爆我覺得非常誇張 剛剛講這個房子 居然照著就燒了 甚至我不小心跌到地上 我的皮膚整個就被燙傷了 現在來講的話 有一股這個熱浪 從非洲往上 把它整個南歐給籠罩在這裡 籠罩這裡大家可以看 先看這個圖 這個圖啊 就是到這裡的時候 已經到50度了耶 已經有很多的地方 37度 38度 已經40幾度 已經有到45度了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整個南歐都是在一個烤蕃薯的狀態 那這種狀態有多可怕 這個畫面是什麼 它只是一個成板 它這個板也沒有在曬東西喔 突然之間 太陽曬著曬著曬著 就燒起來了 而且是看到明火 然後不只一家 大家 哇 我們 是不是因為太熱了 然後呢 整個玻璃全面燃燒 那你說這個房子燒起來 更可怕的是一個記者 這個記者 他出門去買個東西 結果呢 走路走10分鐘而有 回來之後 他發現說他怎麼舉步圍堅 怎麼腳抬不抬起來 鞋底被燒掉了 他的這個涼鞋的橡膠 已經融化掉了 然後呢 他是硬扯 把他扯下來 他告訴大家說 這雙鞋子他一定會留著 因為他沒有經歷過 這麼炎熱的天氣 整個地板 他說像烤爐一樣 一個尖塔一樣 整個橡膠全部燃燒 好 那南歐這個地方 包括義大利 包括希臘 都非常的熱 有多熱呢 這是哪裡 你去羅馬一定要去看的 競技場 去競技場這個地方 他都看喔 你室外的溫度 已經到多少了 54 54.4度 然後呢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地方是哪裡 是火車站 火車站他測量的溫度 已經到78.5了 所以你的體感溫度 你到那些觀光景點來講的話 幾乎每個人都在拿 找東西散散子 找地方乘涼 因為身體已經受不了了 那你就這麼高溫的狀況下 他剛剛講在塞爾維亞 有一個鹽湖居然就完全乾涸掉 這個鹽湖過去來講 是網美景點 你去塞爾維亞 你一定要去湖面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你拍照的時候 因為它是鹽湖 所以你會發現說 你的倒影跟你會有一個 完美的一個鏡像 可是現在來講 賽到最後你已經見底了 你不要再說什麼 一個完美鏡像的網美景點 現在過去你就直接看到 你最深層的一個底部 全部的鹽都露出來 因為水都沒了 而且我看到這個畫面非常恐怖 這個人不過在地上 他跌倒了 跌倒他的手就碰到地上 他居然這麼嚴重灼傷 這個人在哪裡 這個人在美國 Arizona 他後面很多的這個院子有沒有 都有像這樣子的一個步道 因為他做出自然的景觀 他只是走出來 結果不小心一個亮嗆 他跌倒 他跌倒的時候 下意識用手去撐一下 他說我撐一下之後 我發現很燙 我趕快把手縮起來 然後皮膚就像洋蔥一樣 在地上 在這個石頭上面 在他的觀景石上面 然後他看看自己的手 我怎麼少了一塊皮膚 這個就是在一個 極度高溫的情況之下 變成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你的手是一點一點的 搞不好這邊是一顆一顆石頭 因為他一隻手撐到這個觀景石 另外一個用手肘去擋住這個 要把身體伸起來 結果沒想到 全部都一個很可怕的一個傷害 那這個男子 他真的是樂極深悲 他在哪裡 他在阿拉斯維加斯 他在拉斯維加斯去賭賽馬 賭賽馬之後贏了 贏了他很高興 想要拿錢去吃大餐 他說要吃鐵板炒飯 結果出門的時候 因為太熱 他突然昏倒 昏倒之後 倒在地上 送醫之後全身有10度 二三級燙傷 因為馬路真的太熱 所以他就說 天啊 我怎麼自己變成鐵板燒了 我沒吃到鐵板炒飯 反倒自己變鐵板燒 而且這個太誇張了 這個熱到整個百葉窗都融化了 這個是在美國 美國這個來講的話 幾乎來說的話 很多你會照到太陽的東西 都會變成扭曲變形 這個是百葉窗 原本正常的 它是直挺挺的 可是太陽一直曬 一直曬之後 變成了有一個弧度 好像一個腰身一樣 那另外來講的話 很多的地方 都會造成很可怕的一個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Arizona 他們說現在來講的話 你要考派怎麼考 你就在車子裡面 你把這些派有沒有 放在車子 然後反正你停在路邊 然後太陽曬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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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 這個室內溫度高達99度 然後派就熟了 對的 像我看到這個風衣的安置的時候 越開越升級 你知道台灣人其實 最大的開銷就是買房子 我在那裡 緊緊緊緊緊緊緊的內鬥 我就算有一個 安身立民的地方 而且這個安身立民的地方 都是把你知道 數十年努力的這個薪水 全部都繳進去 結果你想想看 這個房子你不要說 我外面這個天坑連續幣沒有搞好 今天出來這個狀況 剛剛講的這個鋼梁 這鋼梁是歪曲的 這個鋼梁是歪曲的 它怎麼受力 鋼梁如果歪曲沒有辦法受力的話 它會整個碰到大地震的時候 它是可能垮掉的 我花錢 結果我買了這個房子 買這個房子你給我貪污 貪污也就算了 結果我的命可能都要賠下去 這個太惡劣了吧 對沒錯 那麼要不是這一次這個新竹地檢署 那麼起訴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本來以為說 就是單純不是去年去這個這個處長 相關的處長姓江姓的處長 家裡收出那個一千多萬嘛 對 我們還不知道 原來離譜到這個程度 為什麼呢 這個風益集團的相關的這個建案呢 為什麼它會一個天坑兩個天坑 起訴書上面直接列八個天坑 本來我們還不知道有那麼多 我們大概看到的都是道路 結果一輛特斯拉不是翻進去嗎 對 然後這邊翻那邊翻 一翻了以後老百姓就抗議 抗議了以後呢 那當然就先叫他這個等於說 先行停工 勒令停工嘛 那麼相關的作為都是這樣嘛 結果沒想到說原來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他施工 他的施工 他的鋼梁的長度啦 還有包括他的這個附土等等 都不合格 然後緊接二來呢 他當然在施工地下室的時候 因為地下水的什麼 沖沖沖沖沖沖 最後掏空了旁邊的這個道路 就整個掏空整個砰砰砰 天坑就這樣來了嘛 而且你知道嗎 你作為一個城市的管理 你一個縣政府或你的市政府 你不是說你建商拿到了執照 你想蓋怎麼蓋 你就怎麼蓋 沒有 其實你每蓋幾層樓 你每蓋幾個階段 你的公務局是要到現場去開驗的 如果你這些現場開驗不合格 沒有按照標準 你是不可以繼續蓋上去的 結果搞了半天 你新竹縣政府你有在管理嗎 你不但沒有管理 看到那麼多天坑 你還視而不見 你還幫他關說 你楊文科今天講說 你沒有錢到你的口袋跟你沒有關係 你就算沒有 你有賭資 你也有圖利 對 沒有錯 為什麼呢 因為起書書上面詳細載明了 33次的這個縣政府的官員 跟業者的見面 甚至於兩年連續兩年的中秋節 都就是送那個禮券嘛 風衣有一家喜來登翻 風衣很大 你知道嗎 它很大 風衣很大很大 各位 它不是一般的小建商耶 風衣從中部起家了以後呢 從大台中地區 然後呢 那麼好多的建案 後來都做當地的豪宅 高級的住宅區 大樓啊 幾十層樓 後來來了新竹 然後包括好多 之前不是燒死兩個消防隊員的嗎 相關的建案也是他們的建案 所以它大廠商 它在今年5月的時候呢 還插手到高雄去 它是全台灣排名第四大的 這個叫做建築艙耶 它非常大 所以你說現在新竹出了很多問題的建案 都跟他家有關 問題就來了 就不懂為什麼風衣會這樣 當然如果沒有新竹縣政府 相關人員的包庇 我實在想不通 他為什麼敢這樣做 對 因為很簡單嘛 因為天坑如果照理來講 大家有的這個建案呢 都會有地下水掏空 你把它弄清楚就好 你知道它被出現天坑 他們被勒令停工了以後 當地老百姓在半夜 還聽到有施工的聲音 他趕快檢舉 你知道它是幹嘛 幹嘛 是灌江啦 你要灌江不用進 你已經勒令停工了喔 對 你還可以半夜灌江 你不用經過這個 當地的這個新竹縣政府的核准嗎 他們膽大妄為到這樣的一個程度嘛 他們總經理姓邱 就是我們的起訴書裡面常常看到一個秋圈圈 對 然後跟楊文科縣長見面 跟誰見面的那個秋圈圈啊 104座的建築獎耶 他在自己被2022年兩年前的專訪裡面怎麼寫 他說提供大家一個不計成本 保障安全的住宅是我們的責任耶 你連連續幣的鋼梁都從38公尺降到18公尺 這一次這一次被起訴了以後呢 其他的東西是不是還有相關的案件 我覺得要一併查清楚 現在買到你件 當然他們就剛剛我們看到了 因為有那個老百姓呢 提供給這個新北市議員卓冠廷 相關的這個鋼梁是不是這樣歪歪幹嘛 他們也承認啊 他們只是說那是去年啊 後來因為怎麼樣我們要給抽走了 然後我們改換了幹嘛有的不的嘛 我問你現在買到你房子的人啊 還有這些預售戶 心裡面會不會七傷八下忐忑不安啊 因為你會在那個地方這樣搞這樣幹 然後呢緊接二來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送錢去 但我知道至少你有禮券 一次中秋節都送 四萬多的禮券去給縣長辦公室嘛 那現在包括負責相關的這個等於說 都島的縣政府的處長 家裡都有藏寶圖可以在三個據點 收出包括藏在水管 藏在這個衣櫃哪裡 一千四百多萬的張款 他今天這個處長說是為長輩 那麼為長輩保留他的所謂的遺產 到底是長輩還是長官 不知道一定要查清楚為什麼 因為太可怕太可怕 封易建設要出來開個記者會 讓全國的老百姓做一個聲明 跟做一個澄清跟道歉 好 玉鳳 今天看到的其實我覺得非常誇張 是38公尺的連續幣的鋼梁 H型鋼梁 你給我降到18公尺 這個對你的連續幣 對你的激裝 已經會造成影響了 今天我看到這個覺得更恐怖 大家不看 這個你是 等於說你現在這個 是鋼梁的這個結構 照樣這個擺這種房子很貴的 這種H型鋼的這個結構 它是所有的房子裡面最貴的 這個本來我也是要買安全的 因為這個在地震上面 是最有用的 大家不看 你如果是這樣子歪歪曲曲的 你有保護作用嗎 如果是歪歪曲曲的 那地震來你不就完蛋了嗎 我花了大錢 我要買你的房子 我欠藤內套欠欠欠欠欠 我買了這東西 我要安勝利命 結果會把我的命給賠進去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可惡 你的鋼梁可以歪成這個樣子 你說你能夠改善 我才不相信 很多很多的建案 我們到案場去看的時候 簡單來講 你這個東西是垂直還是有歪曲的 不是用肉眼看的 你是用機器去打的 這個肉眼可以看出來它是歪的 那就會很嚴重了 然後大家裝作沒事 繼續蓋 這是什麼世界 這個東西以前來講 你要用儀器來 來用平台來拉拉拉 看它到底是不是垂直 到底是不是直的 你肉眼都可以看到 然後呢大家繼續蓋 你往上蓋到32層 如果在某一層的時候崩了 那算誰的 而且我跑過六年的台北市政府 我對市政府 我有一滴你的了解 你今天蓋房子 不是說我想蓋就蓋 唯一說我蓋17樓 我一口氣可以蓋到17樓 沒有喔 他如果你要蓋到17樓 你是1樓蓋完 我要來看一次 1樓蓋完我要看一次 1樓蓋完一次 你在灌江的時候我要來看 灌江的時候 你那個什麼的 你還要給我那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材料 我要看你的灌江的 這個強度夠不夠 不是你想做就做 打網不開喔 如果今天我們無法想像 今天新竹縣政府的人 怎麼可能不知道 新竹縣政府看到這樣的狀況 你如果這一層出了這個問題 上面怎麼可能讓它蓋上去 你當我們是白癡啊 對 當寶健哥你說對了 當你這邊是歪的時候 你就要把這層打掉 不能蓋了 你怎麼可能要繼續打打打打打打打 繼續打上去 對啊 它打上去來講的話 你蓋到32層 我真的很難想像耶 那現在來講大家 除了之前講說 這個連續幣 它竟然可以少掉一半 總銷金額是200億 200億其實他們已經賣完了 他們已經賣完了 完銷了 對 他們已經完銷了 他們現在等的就是 200億的尾款的一個落袋 在準備落袋的過程當中 你既然蓋這個東西給人家 然後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台灣現在來講 大家都是睜眼說瞎話 現在不是說 你這個東西有問題嗎 然後呢 你這個東西 這個連續幣少了1.5億 然後CCP又少了5000多萬 你等於節省2億的一個工程款 你節省2億工程款 你做一個200億的生意 你去省了200億 然後給大家這個東西 好 這個我們就不管 封印還可以告訴大家說 我們喔 地下工程 改成逆打工法 把它逆打工法 我先跟大家講 什麼叫順打 順打就是這樣子 你一般來講 你看到的齁 有一塊工地 你就把它打下去 大直計態就是這種 你打下去之後呢 你就慢慢的弄慢慢弄 比較慢 可是呢 比較安全 比較簡單 逆打的話 是把東西給裝好之後 往上打 往下打 過去來講 如果你是自己 建商你要住的房子 不可能 有一個 我今天順打 打一打之後呢 唉唷 不行了 我再逆打 這個絕對不可能的 因為兩個工法完全不同 對 工法完全不同 你的結構係數 結構強度就不一樣 所以呢 你這個順打的工法 是承受不了你逆打的 所以你這個房子蓋下來 如果你今天封印真的說 我們這個東西做得好 那老闆 你們全家去住這個建設 去住這個房子 對 因為這個來講的話 你終究會有問題的 當你的結構係數是不同的時候 你硬要在一個不夠強的地方 逆打上去 哇 這個東西我們光聽 會出問題的 一定會出問題 我們光聽都覺得很可怕 但是現在來講 竟然在新竹有這樣的建案 好 流感 其實就是這樣 之前這個周邊已經八個天坑 八個天坑已經非常誇張了 八個天坑後來 我們看到起訴書裡面 剛剛講 你這個H型鋼 我們講你要打連續幣 你等於是我打連續幣裡以後 穩住了才開始開挖 那你本來應該打38公尺 結果你只打了18公尺 這個已經很惡劣了 今天再看到這個畫面 假設說我這個H 都是H型鋼 這個東西彎成這樣 它還能住人嗎 好 可以啦 這個要釐清就是說 如果是連續幣的做法 那很多問題 那通常會掏空 基本上就是塑水 因為你要往下做的時候 你要先塑水 把地下水層弄到穩定 那最主要我看這個 應該看起來不是結構 這就是安全支撐 安全支撐就是說 你整個連續幣做好以後 它整個這個鋼 H型鋼就撐在 兩邊的連續幣上 然後中邊這個吸的再架上來 然後會有一個平台 那平台上來 這個從下面施工 然後小型機器下去 把這個土方 一層一層一直開挖 開挖以後開挖到大底 最底下的話 它開始弄上來 所以整個如果這不是結構 那它那個水平跟那個趨直線 它在堆 但是通常一般在做安全結構的時候 安全設施的安全結構 就會拉直的 都會盡量堆給定 但如果差一點 這個是不影響整個結構 因為它這個會拆掉的 這個都會拆掉 它會從下面一直坐上來 坐上來 黑到的地方一直空起來 最後呢 抽起來就剩下中間那個中間開了 中間那個拉上來 所以你看那個地下室 有時候坐起來的時候 抽起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新的就是 因為整個抽上來 全部到地下最底層 都有一坑 所以這個就是地下水 最重要就是 整個地下水沒有監測 你在做聯繫壁的時候 全部要做監測 而且你整個聯繫壁一下去開始 那Masago一直夾下去的時候 其實旁邊一直崩塌 如果你沒有做監測 然後你沒有去做地質穩定 對 一直掏空 而且現在的技術跟以前又不一樣 現在就是說 你可以有超音波 所以為什麼台南倒的時候 我就第一時間 我跟起床說 你拜託 你怎麼會讓 就你的急救方式如果不對 就會繼續又含了 所以它現在 我們現在有一種路面 你現在大樓在施工的時候 它可以有超音波 超音波 你看那大樓在斑一斑很漂亮喔 對 你擋車過就崩下了 你聽不懂 對 台南市也一樣啊 那車整個路走 那就是因為地下有水 是地下水呢 還是水溝的水什麼樣 就用地下水 因為它這個喔 縮水就是說 我們本來地下水在這裡 它連續壁開始挖的時候 要挖到這裡 對 所以這個中間呢 地下水下降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穩定 你就落下了 落下了 你上面車還夠了 就吞下了嘛 所以整個四周一定要監控 那監控會怎麼樣 要多花一點錢 要花錢 你錢不要花 這裡要省 那要省 出事的時候 拜託鑑務局 不要啦 不要讓我停了 這停了 有一個月的 理性就要落下了 我趕著要交屋 進度又不出來 問題就出來了嘛 所以這鑑鑑後的問題 你剛才在說就對了 人家說空了 我跟你說 那是要做企鐵 對 企鐵要先送進去 優化有膏 天要放進去 優化有膏嗎 對不對 再來在灌中的時候 要來看 落荷有在灌嗎 落荷 荷水可以給你多少 然後整個 那萬一我還要看你的 混泥土場來這裡的時間 有多長 你時間敲燈 人家說就定了 那好 那你長一點 你有沒有用冷凍水 冷 讓它到這裡 灌漿以後 才開始慢慢展成環 這個有很多SOP嘛 那你如果沒有這樣做 那真有可能就是 人家幫你學生啊 不然你沒有要照這樣 就要嚴 反正他要 我跟你講喔 你是公務員喔 你是科長喔 你是局長 你不要想說 和你沒有關係喔 你們家的親情 有可能就來賣這些房子 你敢知道 今天起訴了 我們黨的台北市議員陳崇文 起訴陳崇文 剛剛講喔 他現在很清楚 一個非常關鍵的點是 他的第四項 他在被起訴的時候 欸 竟然有一個案外案 是要另行偵辦 什麼另行偵辦 也就是台北市光纖BOT案裡面 關於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監視系統 專用傳輸網路服務費率 而這個服務費率是 涉及貪污赤罪條例 還有財產來源部分 你說這個東西非常嚴重 而且這個東西 會上綱到柯文哲 這叫以案養案 因為仔細看喔 陳崇文這次犯案 原本大家以為說被抓進去 搞什麼東西啊 是不是在109年訂定的 那個2200塊3M的那個費率 出了大問題 結果搞了半天 今天陳崇文起訴出來 大概不是啊 結果重點根本是他自己的貪污 結果我們仔細看 真正的重點藏在最後的尾巴 叫常偉師 為什麼 因為整份起訴前面的 都是跟陳崇文有關 最後面這一段才最重要 比如說他說什麼 陳崇文跟白插品 也是他老婆 與台志光董事長李差黃 顧問陳差元等人 請台北市政府光鮮 關於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監視器 派用專用傳輸網路服務案 他說這個東西 涉及到貪污治罪條例 而且採採來源不明 所以這兩項重罪喔各位 他說這兩項呢 另行調查當中 把這個這句話含金量非常高 你知道什麼 第一 請問一下這些檢方認為說 費率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所以才會貪污治罪條例 再第二 他連你人哪裡有問題都知道了 為什麼 貪污治罪條例要嘛就是你土利 就是說我沒有拿錢 但我土利你 要嘛就是你有收費 對不對 我們之間有對價關係 那再來就是說 你有沒有違背職務 有違背職務的話 這是更加最佳一等 沒有違背職務 你一樣有拿錢 你也一樣土利廠商 所以萬人之檢調 已經很清清楚楚的 把原因的法源依據都很寫在這邊 再第二點 財產的人都不明罪 所以已經把我們前面的這些問題 都排除了 錢都知道了 你有拿錢啦 就是說我知道你有拿錢 你不要再把我學生了 表示金流查出來了 金流知道了嘛 所以金流知道 那這個案件很顯而易見的 檢調為什麼我說這個叫 已案兩案 保陵哥我反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如果今天你是檢察官 你想要辦陳春文 這個我們講321萬 這種亂七八糟的案子 還是你想要辦台北市長 亂訂費率 然後跟廠商勾結的案子 當然是後者嘛 檢察官都想辦大案才能升大關嘛 所以我跟你講這跟張兆良的翻版 陳充文就是柯文哲的張兆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張兆良他弄一個 莫名其妙的官說房子 就被人家羈押了 而今天陳充文也被羈押了 那你看看 鄭文哲的下場是什麼 柯文哲很有可能就會被捏 謝謝東先 臨大的 tv P 台灣 tun 我們 對 國